奥斯卡最大的看点不只是奖项 女明星的红毯战袍也一直为大家津津乐道 比起重点展示概念和创业的T台 每年奥斯卡红毯反映的是当年的面貌 第95届奥斯卡红毯是近几年水准最高的一届 要么仙气要么贵气 色彩非常丰富 备受关注的杨子琼一反常态地选择了迪奥高级定制白色流苏裙 简单又不是优雅 披肩卷发搭配亮钻发卡 温柔大方 大魔王凯特布朗切特反倒气场全开 身穿LV最佳定制 蓝色裙子虽然低调却很有气势 不管是气场还是时尚度 大魔王都率先赢下一局 范冰冰作为奥斯卡评委也出席了本次颁奖礼 绿色联袖裙 银色流苏 身微垫肩 连身长裙 祝他在红毯上意义生辉 祖母绿首饰和裙子交相辉映 名副其实的艳压 在网界奥斯卡的红毯上也有不少经典造型 其中步伐非常惊艳的 让我们一起回顾过去近百年最广受好评的红毯战袍吧 1954年 奥黛利赫本身穿白色蕾丝裙 这原本是罗马价日里的服装 被纪凡希二次设计成礼服 简约柔美小礼服 足以显现他的轻力脱俗 也助他拿下了最佳女主角 意义非凡 1955年 可丽丝凯丽身着 艾利斯海的浅绿色吊带贴身礼服 优雅又高贵 周围人全被他的魅力所折服 难怪连爱马仕也要以他的名字命名一款包包 而他的这款造型 也成为好莱坞魅力的永恒象征 1990年 麦当娜以玛丽莲梦露经典的金发白裙造型亮相 和麦克尔杰克逊一同现身颁小典礼 强劲了其他明星的风筒 他当天佩戴的珠包价值2000万美元 曾被评为奥斯卡红毯史上最美珠宝之一 麦姐的魅力不用多说 以至于麦克尔杰克逊都差点成了他的陪衬 1993年 五大超模之一的辛迪克劳夫 有着不亚于明星的知名度 成为很多人的梦中情人 奥斯卡红毯上 他一袭白色紧身低胸礼服 接近完美的身材 成为全场唯一的焦点 1995年 乌马瑟曼穿着一袭Prada淡紫色长裙亮相 宛如仙女下凡 他实在太美了 以至于第二天全美国都在询问这条裙子 Prada从紫身名大造 成功进军美国市场 乌马瑟曼也成为了带货女王 1997年 尼可吉德曼的黄色长裙 惊艳全球 白大发光的皮肤 再加上他的身高优势 让尼可吉德曼风头无两 这条颇具东方韵味的裙子 将他的气质展露无遗 这也成为奥斯卡红毯史上 最具标志性的一刻 1999年 凯特布兰切特穿的是 中国古典血液花鸟裙子 当时他只有30岁 大魔王的气质出现 露背的设计 更是突出了大魔王的身材 2012年 格文尼斯帕特洛 身穿雪白连衣裙 他没有复杂的设计 也没有华丽的珠宝 自信和吃信 早就融入了他的身心 已经不需要用服装展示自己 却达到了优雅高贵的巅峰 2013年 大表姐詹妮佛劳伦 身着迪奥高定亮相 这条裙子简洁大方 只是裙摆太大 他在上台领奖时 不小心半了一跤 但这一跤 留下了一张惊艳的背影照 不少人都把它称为白天鹅 2020年 超模又一次赢了 莉莉奥尔德里奇 穿的白色长裙 简洁又大方 整个人灵巧又有气质 尤其是腰间的红花 相当惊艳 一点红肠出白霞 多一点择俗 少一点择素 这样搭配就是完美的 红毯就是女明星的战场 第95届奥斯卡红毯 你更喜欢谁的造型呢